5月6日早晨7点钟 二要的船长给我打微信电话 说出事了 我说怎么回事 他说意思船没有了 被一艘驱逻艇带走了 往洞山 往湘洞后 往湘洞就是朝鲜 解禁8点钟的时候 我就向辩访派出所 和海警之队 我都报警 有这么情况 等到5月7日 下午6点多 解禁7点的时候 朝鲜用微信电话 给我打电话 就是给我要钱 但是要你说 应该给我要120万 说不给你要那么多了 要80万吗 这个话这个是中国人 是饭衣 是朝鲜的饭衣 说要80万 我说我 你凭什么抓我船 他说话我也听不太清楚 完之后你就说 你叫钱就放船 等到六个了一天 也不两天 还是这个电话号码 给我打电话 也是要钱 还是80万 80万建设了两次 也不是三次 第四次打电话的时候 就降到了60万 你叫60万就放船 就这么情况 最后这两次 你是 他们打电话 你就是 我不太清楚 就是我们的船长 他所 让船长给我讲 也是内容就是 要钱60万 叫60万就放船 就是目前 这个船的位置在哪 我们也不知道 位置是在 就是在那个 教导 教导 一个拉教的教导 属于朝鲜海域 朝鲜海域 它给我拖到那里去了 在教导 那就现在是事发的时候 我们这个船 究竟是在中国海域 还是在朝鲜海域 在我们中国海域 也是五十九区 东京是123度 53分 500秒 还有都北尾是38度 48分 这之古以来 都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海域 对 但是 但是其实现在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们如何能证明 就是事发的时候 他们确实是在这个位置 对呀 我的船现在 当时 船里 我现在头船 呃 这个微导书都有 我这背斗 加这个GPS 都有定位 等着这个 我拖走这船 我听说是 船长跟我说 你背斗 已经叫他给卸去了 他是为了笑误 这个意思是怎么事 我就不太知道 反正通脑是为了 给我卸去了 哎 那就是说 我现在理解 就是说 现在有一艘船 就是一艘二五 二二一 是吧 对 在等着那个 对在这等着 他上面有 有这个可以证明 可以 对对对 这个二五二船 当时是在 我们中方海域作业 对对对对 他们在一起挺的 像个一百米 二百米就多说了 嗯 那就是说 一旦他活在以后 就是我们那二五二一船 活在之后 嗯 我们可以从他这个 GPS里面 调去 可以调去 调去这个位置 可以调去这个位置 这个是我们可以确定的 可以确定的 谢谢大家